今天的香港传真 香港免费电视牌照发放风波再起 斥资数亿一直被看好的香港电视网络 没有获得颁发牌照 引发了数十万网民的愤慨 他们号召这个星期天要身穿黑衣 到郑总前集会 而香港电视主席王维基 也批评港府黑箱作业 这样的结果是香港人 输了免费电视的选择权和公益 被誉为电讯魔童的王维基 星期三中午召开记者会与传媒见面 他透露是政府在09年12月 主动致电邀请他申请拍照 过去一共投放了9亿元资金营运 制作数百小时聚集及节目 无论是财力制速都优胜其他两间机构 对今次裁决非常失望 香港政府由最初无发牌的上限 改变到今天的三拣二 这种选美的制度 当中改变的过程 以至到跟着他怎么样去选择的 那个平核的标准 我们香港电视的员工 我们的公司 和所有香港的市民 一直是蒙在鼓里 我们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 整件事是一个黑箱的作业 他认为今次不获发牌照 港人失了公益和选择权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黑暗的日子 你把学生留班 你把学生踢出校 你都应该给个成绩表他看的 对于有报导指 他当天曾向中联办求助 他这样回答 如果我是真的有人帮我的话 我想今天的结果不应该是这样 香港电视决定裁减320名员工 王维基坦言愧对员工 强调会重整机固 重新出发 并考虑提出司法复合 新唐人记者林秀宜在香港报道 原论开 deal 海范 活力 优优优独播